延長兵役準備好了就看什麼時候要公告 而前一天國豐部長邱國正也說得很清楚 12月底前就一定會公告嗎 我們就想說已經當初有這樣講了 因為假如說今年12月底沒有公告的話 到明年公告就要往後延一點 就是12月沒錯了吧 不過邱國正7號上午才表示12月底會公告 晚間總統府又發布聲明 重申國防部還在評估中 跨部會也在進行研議 沒有確定時程規劃跟定案 說法明顯都不懂一南要聽誰的 似乎真的很怕講錯話 代理部長再被尋一旁議政署長沈澤方平打pass 只是一期延長依法要公告滿一年才能實施 如果按原計畫今年底公告 那2024就能上路 但萬一拖到明年公告 那最快也要等到2025 更可能直接影響2024大選 部長多次表達12月底之前 會公布相關的方案 所以我想對邱國正部長來講 他也沒有去改變他的這個說法 兵役的討論千萬不要跟選舉掛鉤 只是一個延長兵役 國防部總統府又怎麼會各自表態 TVBS 董澳君追蹤群求二人瑞鋒贏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哦